大随求菩萨 就是重点在随求两个字 本来这个佛法里面是 无所求 无所求是在佛法里面的根本意 也就是你不用求什么 但是这一尊是让人家有所求 那为什么不是教人家无所求吗 为什么要求呢 因为他很慈悲 希望众生因为有所求 有感应 他更能够相信佛法 可以讲说是属于 这个荒变 要修这个大随求菩萨 相应呢 那你求什么就会得什么